台南暗兵港 早晚發生一項減疫訪報 有這個臺灣一人數為一台馬來西亞 集的旁邊 第三位馬來西亞開回來臺灣 但為準確構中 無法提前用無線電來報關 提出準定7位人到臺灣後 等整天也無法進化 一群人看起來很累 站在準定等臺北進化 這隻馬來西亞集的旁邊 原本要停在高雄新達港 因為方議的關係 但是可以去高雄港 或是安平港的基點區 但他們八號早上七點多 緊急來到安平港之後 專長所發現 基點區是由大型匯準停的 鑑賓的安全設施 也都是由大型輸用 不適合防禦 如果停過去 無關是準身 或是任務安全法 都有危險 這個是有點奇怪的問題 船上的人其實有些人暈船 然後很累 但是健康狀況都還好 我們每天都有幫他們量體溫 前天天不是檢疫區的油塵買頭 加速三天前九中過 沒辦法他們無散電 提早報官 海鮮林萬 正前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 前面新報入檢 上官定屬作業不急 讓其他人在前天 等幾天 一直到晚上才有極關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發生 中控 機關數減到後 當然讓其中五人 在九合半月一點 多少轉車 等於到自己的機減 地點 另外兩人 繼續留在前面 等臺拜他申請合准 再繼續這張減到方法 記者檔環務 明教官 台南報道